花莲玉里赤柯山与富里六十十山金针花季 算在上次海窥台风来袭后就宣告结束 不过丰沛的雨水也让金针花绽放 这次小犬台风带来的威胁不大 而富里乡长江东成就表示 上山的交通以及园区花矿人就安好 民众不妨趁国庆廉价冲最后一波 中台小犬消风远洋雨过天青 六十淡山金针花海与纵谷山水云海的美景更显清新美丽 九月初海窥台风为花莲南区两座金针山头 带来超过800毫米的雨量重创花海交通 也使得今年花季提前结束 不过台风丰沛的雨量反倒在半个月后 金针花海是再度绽放美丽 即便这一次来报道的小犬台风也未造成极大威胁 目前这个六十淡山的花矿大约还有三分之一在盛开 还有整个的一个视野都还目前都还非常的棒 富里乡六十淡山入口仍有人员驻守交通 富里乡长江东成表示 不论是爽花道路交通还是花矿仍旧安好 这一次国庆廉价花季尾声 不妨民众也好好抓住花季的尾巴 这两天这个小犬台风通过的时候 我们前天到昨天早上的时候 我们有做一个相关的一个管事 因为现在整个风也通过了 所以我们今天 昨天下午的时候 我们已经开放这个六十淡山的乡亲 还有是一般游客也可以正常的上下山 只是说雨室过后的话 可能山路各方面有点比较非常不稳定 有点不稳定 还有那个小肉食的部分的话 上山的游客还有乡亲还是要特别 还是要注意一下 今年金城花季虽然因为台风破坏而提前一个月结束 不过正常花季期间仍有不少游客民众前来赏花游玩 这一次小犬台风威胁不大 但今年花季也即将在国庆日四天廉价后告一段落 就要再等明年了 记得是玉兰副理采访报道